新一乡台南部落的居民最近发现 有不明人士来到了当地 表示有意愿要来采矿 甚至传出了有利人士跑去找村长官说 这让居民是既生气又害怕 就怕这台南部落的山区一旦开矿 会造成当地严重的生态还有水源破坏 因此最近是紧急召开了部落会议 对采矿仪式表达了反对到底的决心 台南部落已超过三分之二的居民人数 表决部落对于采矿的立场 最后是以绝对的多数通过部落反对的决定 我下去的话 因为他们申请是八十公顷 而且那个是我们的水源地 吃的是水源地 因为它那个矿水金矿 它不是说很密 它是这样子 有一些缝隙 水会在里面 一旦你开挖了之后 真的第一个就是没有水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 就是我们现在九二一 那个时候有那个赌石榴 采矿的地点就是我们 布落的一个命运 那么重要的地方 不管是我们的水之源 还有森林之源是生态环境 会受到严重的破坏 所以说我们的村民今天能够 勇要来参加这个会议 我真的也是蛮欣慰的 台南部落居民最近发现 有不明人士来到部落 表示有意愿要开矿的企图 让部落居民生气又害怕 为此当地布农族人召开部落会议 宣示将反对到底的立场 每一个人都坚决反对 采矿 几乎是在九成八以上 都没有经过我们地方同意 然后中央局跟县政府 就可以同意他们开挖 我们会采纳部落的 部落会议的决定 然后做一个行政程序的一个动作 私底下可能你财团 会有人来找你 找你嘛 那可能就是会给你一些好处 我是建议你们偷偷的录影收证 那你也不要让人家知道 那你东西也不要收 但是你就是录影偷偷收证 反对采矿 反对采矿 台南部落会议同时也针对部落当中 所出现的无主土地 成为公有地的情况来进行表决 要求这些土地 未来不管是由信仰公所 或是园民会主导 都要以部落公共利用为第一考量 记者竞双线采访不到